Hello大家好我是姚主我在新西兰 今天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关于新西兰这两天就是 封国之后移民局他怎么上班 然后今天我看到就是说 那个移民局他是说 他们现在都是在家办公的 然后呢居家办公就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他的那个文件 是没有办法搬回家的 我觉得一个是不允许一个是 那么多人的文件他怎么可能 搬回家呢对吧所以呢 他们现在在处理签证上面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他们能处理的就是说那种 就是他们想豁免 就可能他们没有新西兰的居民签证 然后也没有新西兰的护账 那这些人他们是想回到新西兰境内的 特殊的这种工种这种情况 他们是在线上会处理的 然后呢比如说像这种学生签啊 然后旅游签啊 因为就是能够批准的也是很少嘛 也是会处理的 好像还有是那种配偶类的那种签证 就是不需要太多纸质文件的 都是可以处理 然后像现在比如说什么 就但之前啊 没有lock down 没有封国之前那些 投资移民类型的呀 然后都是可以 因为大家像投资移民类型 它有很多的文件嘛 现在因为有这个限制 所以呢在这个封国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 有文件的这种签证的 然后前两天呢 说到这儿 其实前两天有个朋友找我 就问我一个头疼的事 然后我也说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 特别逗 就是因为它呢 护照在国内 然后新西兰的那个居民的那个卡片呢 是贴到那个护照上面 但如果你护照过期了的话 就你的居民签证也过期 但是现在这种特殊的情况 虽然我的朋友 他换了新的护照最近 但是他的那个签证 没有办法贴到他的那个 新西兰的签证 没有办法贴到他的那个护照上面 是因为新西兰所有在国内的这个点 全都关了 然后这种 这种所有关于签证的东西 全都不办理了 全都不受理 但是他有不可能 把这个护照寄回来 你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目前呢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给他支支招 然后我说哎呦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给你打新西兰当地的这个 中介电话试试吧 结果中介呢 根本就没有人接 所以我说一切的一切 可能都要等 我们的封城 至少是到三级了之后 有人能去上班 你才能够去 去打听这个事情 所以呢现在 全球的这个情况都是这样嘛 然后尤其是有关签证 因为本身现在 大家互相 每个国家都是出入境 非常不方便 然后再加上签证 有的人过期了吧 有的人又有特殊的情况 需要探亲啊 等等的这些情况的出现 其实还是挺多事情的 然后挺多bug的 大家很多人 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周围还有朋友 是属于一年多两年 都没有见到孩子了 是因为他们的护照 好像是澳大利亚的吧 然后又是什么 新西兰我也不记得 反正就比较乱 总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比较多元文化的情况下 真的是很难互相走动 好吧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拜拜